鱼儿们也是要睡觉的 这群蛇塘狸起床了 他们是群居于泪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他们就会找一个安全的洞穴钻进去 当太阳升起 他们要从洞穴中钻出来 开始觅食了 其实他们昨晚住的洞穴 是这只黑天线瞎虎和这只枪瞎的家 这两个小家伙好像并不介意 有这么多蛇塘狸和他们共度了一宿 虽然说是不介意 但是这蛇塘狸在出门的时候 把他们的房门给弄乱了 而这只枪虾对此似乎十分的不高兴 他决定重新的修饰一下自己的洞口 把洞口弄得更大一点 把多余的沙子从他们的家里挖出洞口 这样他们的家又显得宽敞了许多 又到了喂食的时间 这些小鱼儿们以及鸡巨蟹都开始兴奋起来 这样的盛宴怎么少得了蛇塘里面呢 他们一个个的狼屯虎咽很快肚子就鼓起来了 忽然间看到一只透明的小虾挥舞着双前 正在上面上捡食掉落的风年虾幼虫 仔细看 它的腹部好像已经有宝宝了 忽然间一只鹤士归位和一只长级制虾虎游到了它面前 这只小虾挥舞着大前开始跳起了舞 好像警告它们不要靠近哦 小心我夹你 但是这只小虾一举一动好像被这两条鱼无视了 这丰盛的风年虾大餐还吸引了蓝灯虾虎 以及恒代巨灵虾虎 每天固定食客的头盔 让这些小家伙们飙飞身见 不一会儿杠里的风年虾幼虫都被吃完了 当我再过来查看这两个小家伙的时候 我发现这只枪虾依旧在修散自己的房屋 好像苦力都是枪虾干 而这只黑天线虾虎就负责美美的吃吃喝喝就行了 其实它们各司其职 黑天线虾虎眼神好 当它看到有危险靠近的时候 就会提醒枪虾一块进入洞穴中躲避 这样的工身关系是不是很有趣呢 今天我的小刚也就分享到这 我是Frank 感谢大家收看